在金玉珍拿下SBS最佳CP奖后 同样是童星出道且在同时段对打的李世荣 也在MBC颁奖典礼贡献了CP名场面 李世荣五岁起成为童星开始演戏 并因出演大长金小金一角被观众熟知 成年后李世荣主演了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花游记 成为王的男人医生耀汉等热门韩剧 并于2021年末合作俊浩出演衣袖红香鞭而爆红 是颜值实力俭北的年轻女演员代表 李世荣在这次MBC的颁奖台上感性说道 今天雪下得很大明天也是阴天 可能看不到今年最后一次日落 但过几个小时就是2024年了 到时候就能迎接日出 我知道今年有很多人感到痛苦 但我想告诉这些人明年会变得更好 李世荣说事事就像电视剧一样 在第一集开场就会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完美结局 温暖提醒大家会有曙光 祝福大家都能顺利度过2024年 让现场气氛弥漫感伤 而其实他领先的猎女朴氏契约结婚传 播出前讨论度不高 但播出后因有趣精彩的剧情热度驰声 是2023年末黑马韩剧之一 口碑比金玉珍的与恶魔有约要好 剧中李世荣饰演 意外穿越至200多年后的朝鲜时代女子朴连玉 预见和丈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富二代江泰和后 偶然之下与他契约结婚 很多观众追这部都称赞李世荣演技生动活泼 艳火了开朗外放的女主 和陪人和火花也超出预期的墙 不过出席颁奖典礼 李世荣与李俊浩的CP就是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谁也没想到李世荣专注现任 用实际行动来给陪人和打call 在MBC现场最佳CP赏公布得奖前的访问环节 主持人金胜柱问 以猎女调试契约结婚传 入围的李世荣是不是拿过 李世荣回答前年以衣袖红香边和李俊浩拿过 但不等主持人继续问 马上表明自己和新的男人结婚了 他新的男人陪人和在一旁马上害羞笑弯腰 李世荣一不做二不休主动牵起陪人和的手 这一连串动作引发现场粉丝尖叫啊 相信不少屏幕前追直播的观众也都跟着尖叫了 金胜柱继续问李世荣有没有信心得奖 他看向前辈男公民和安恩珍 以恋人入围表达了可能不会得奖 李世荣说道 但是奖项是透过网友挑选的话 应该没什么希望 但我们办得到的 两人还相视而相 暧昧情愫超满 并且有前期陪人喝的手 两人紧急了好一阵子 换陪人和回答的时候也一样 金胜柱看了变笑说 李世荣陪人和这对薄荷CP手牵紧紧 看来可以和男公民安恩珍的张彩CP一较高下了 结果男公民安恩珍不甘示弱 马上牵手还举高高 表情相当有趣 NBC演技大赏CP赏往年都只能选一队啊 最终有张彩CP拿下 不过薄荷CP确实也放善甜到观众了吧 因为化学反应太强 奔就传出热恋中的两人 在NBC演技大赏上 因为亲手太自然 让恋爱传闻更加被讨论 让公司也对此发声 李世荣陪人和亲密举动立刻掀起网友讨论 纷纷表示该不会真的在交往吧 这也让韩梅去询问经纪公司 公司都对于绯闻做出否认回应 表示两人的化学反应太好 才会出现这种说法 其实猎女调逝契约结婚传开播后 李世荣戏外依旧撒糖就没停过 在他们以冰淇淋之吻填出新高度后 在韩首饰问句锦土剧之冠 同时亦在台港飞太新马大货好评 列剧男女主角陪人贺李世荣 在戏里先后上演前是虐恋 今生从契约婚姻到真心爱上对方 各种傲娇吃醋 运营海剧的桥段早已让观众看得乐开怀 无独有偶的李陪二人也先后在戏外放闪晒恩爱 李世荣在个人IG上传了二人的古装床照 陪人和隔天上传了二人的时装合照 并双双向粉丝喊话 今天也请死守奔放 短短不到两天就已收获总计近80万人按赞支持 李陪佩的人气不容小觑 并且在采访中被问道 观众对李世荣跌入水中的场景印象深刻 在拍摄期间 哪个场景是最具挑战性或令人难忘的 李世荣表示对他来说 和江太和的告别场景是最令我难忘的 他们是最好的 能够产生很多功名 陪人赫则提到 拍摄中有很多有趣的场景非常有趣 虽然也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拍摄 有很多有趣的场景很难只挑选一个 当被问到自己和角色的个性 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时 李世荣 我和朴莲玉有一个相似的特点 就是积极主动和积极的心态 由于我们的积极观点 我们的任性很强 然而相比朴莲玉 我对涉及他人或自己的情况感到的恐惧更少 不像朴莲玉那样 无论结果如何 我不害怕说出真相 因为我相信分享一切的重要性 陪人赫 太和并不会经历太多情感波动 并且倾向于与人保持距离 这使他在这方面与我有所不同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 太和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感受到我们之间更多的个性相似之处 我努力将这些方面无缝地融入角色中 大赏虽然与CP讲无缘 但还是让观众磕到上头 如今《猎女》也即将迎来最终的结局 不过李世荣好像还没有意犹未尽 公开表示想要更多的吻戏 李世荣出演DX个人YouTube访谈节目 DX和李世荣因一起主持2023MBC演艺大赏 见面时李世荣谈到DX说道 不久前我们为了拍预告片见面了 有件事情感到惊讶 李世荣接住说 就是当摄影机暂停的时候 我给了DX一个风扇 没想到DX露出本性 对此DX一脸困惑地说 原来我的性格争议就是从这里来的吗 李世荣爆料 因为我手上有两台电风扇 于是就给了DX一台 结果DX秒拒绝 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DX紧盲解释 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满身汗 接住奶给了我风扇 我觉得如果使用弄脏了 会感到非常抱歉 所以才拒绝的 尤其我在漂亮的人面前总是会感到尴尬 展现了两人有趣互动 一方面当时正在拍摄 MBC烈女调试 契约结婚传的李世荣表示 我蛮喜欢古装剧的 通常会感到比较轻松 因为古装剧 通常有些剧情上的受限 所以需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少 DX接住问 好像经常听见形容 世荣是中电像 对此李世荣表示 我自己是没有特别感觉像那样子的脸孔 不过中电像 后宫像这种的应该都有吧 DX则说统称叫做后宫像吧 作为童星出道的李世荣 在2012年拍摄了他人生第一个亲吻戏 李世荣分享 在《大王之梦》中 我饰演宫女的角色 那也是我的第一个吻戏 当时很担心也很紧张 李世荣接住分享 不过在另一部戏中 我跟对手演员就夺此自由发挥吻戏 彼此之间有事先对于即兴吻戏沟通过 结果好像拍了五个小时的吻戏吧 有吃薄荷糖 对此DX也好奇 听说吻戏可以借位 李世荣则逗趣回应 现在摄影机可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转头摄影机也会跟助转 尤其会特写嘴唇不放 DX随即提问会不会因此对吻戏失去乐趣 李世荣开玩笑说 一点也不你在胡说什么呢 好的事情就是多做就更有趣